A B C D 剪刀 石头 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 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 我是花儿姐姐 那么在市面上 其实有些车子 它都会有些品牌的效应 那花儿姐姐 就以前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看到一种车子 就是宾室 那这个宾室车 其实好像就代表一个人 他的一个身份地位之类的 所以就很多人喜欢开这个宾室车 但是最近花儿姐姐发现 在这个道路上面 有很多那种二手的宾室车 也就是说呢 很多人他可能买不起呢 就是一个 就是从工厂里面出来的 全新的这个宾室车 所以他可能呢 就是买二手的宾室车 但是不管是买全新的 或者是二手的 其实呢 要养一台车子啊 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呢 包括可能呢 停车的费用啦 保养啦 还有税金等等 哇 都这个所废不滋 所以呢 要养车啊 真的还是必须要好好思考一下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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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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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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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